欢迎回到台湾大论坛 刚才大家讨论了很多 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 因为国民党规定不能够跨党助选 引发了后续的一些心结 但是我们看到昨天呢 陈菊去帮陈志忠站台了 陈志忠现在已经退出民进党 陈菊说呢 为什么去帮陈志忠站台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他说我是民进党的大高雄市长参选人 应该发挥母鸡带小鸡的功能 扶选党籍市议员参选人 但是呢 志忠是坚定的台湾派 承担此同年龄年轻人 更重的负担与责任 希望大家支持民进党参选人时 不要让陈志忠孤单 民进党打赢五都选战 对扁的司法人权才有助益 大家的声音才会受重视 民进党的五都选战 通通跟阿扁绑在一起 这个好像听起来蛮危险的 然后呢 陈志忠听到陈菊的这一番谈话说呢 感谢陈菊的支持 我如果当选的话 将重返民进党做陈菊的后盾 为什么在民进党里头 跨党你帮我站我帮你站 可以这么的容易 可是在国民党 金小道就要规定的这么严格 其实今天蔡主席 对这个陈菊特殊的宽容 我也不了解 因为民进党的规矩应该是 这只有陈菊可以这样是不是 我觉得好像别人是不容易的 只有陈志忠可以 对 而且你看如果是对排言的话 的议员候选如果不是现任 好像也是禁止的 但是如果是现任 首长好像还可以 但是反过来 自己之间是不可以的 那今天我觉得当然了 陈志忠是阿扁的儿子 那当然陈菊在不同场合一直在讲 五都选举是本土政权的保卫战 所以他今天又特别讲到台湾派 好像陈家父子就是台湾派的象征 而且他说 掌门人 而且说五都选举要胜要赢 才会能够掌握阿扁的司法人权 这些讲话其实都有一点过分 就是今天民进党不管谁 包括主席在内 包括五个候选人在内 都不会讲到这么露骨 所以我觉得到底这个是要还 当然阿扁一个人情 还是要有一点危机作用 还是要这个时候虽然陈菊领先 但是他还是舍不得陈志忠 毕竟陈志忠是在高雄选 所以有一块很绿的 也不一定是很绿 很扁的 可是以前你说陈志忠 自己都不见得当选了 那他怎么会舍不得那么小块的 这一点你就要 当然结果还不出来 还言之过长 如果是真的不一定大选 或是落选的 你是要给我赞美一下 因为我们的来宾里头 从开始都说 他会高票当选 最近大家口气又变了 现在说说可能当选 可是陈菊的动作 感觉是他会高票当选 所以陈菊的讲话里头 就说民进党各位参选人 你们大家在听自家人的时候 不要让陈志忠孤单 这个同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听起来 是很难用的你知道吗 命用你听好吗 这不爽就对了 陈菊今天敢冒这个大不韦 而且去讲这句话 我觉得陈菊是计算过的 就说他这样做对他 就说即便有伤害 但是大体来讲他不得不这样做 还是之前有人批评陈菊 一些本土派的批评陈菊 就不敢去帮陈水扁作证 那件事情对他的选情 是有一些伤害 那这样子补回来 可能也会伤害一些选票 有些独派的人 因为这个理由去支持杨秋新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 他和杨秋新之间的争执 那杨秋新还在陈水扁坐牢的时候 后来也去看他 陈菊没有 所以其实整个陈水扁身边 像陈菊那些人 在初选的时候是支持杨秋新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陈菊的谈话 是为了他跟杨秋新之间 在独派跟陈水扁支持者里头的竞争 不过我劝他在陈志忠 帮陈志忠站台的时候 他说什么母鸡带小鸡 杨秋新现在牵涉这个 他所牵涉的跟一周刊之间的 这个事件 可能积这个字 在陈志忠的演讲台上 不要讲会比较好这样子 所以陈老大刚刚是说 你这个梗只好让到老大街 他完全没有幽默感 当知道之后 不好意思笑太大声 陈老大刚刚说 说这个陈志忠开始的时候 他就认为他票不要高 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发生 这个一周刊这个事件 他也在这里啊 你就一起会发生 所以你能预测这个事情 你连这件事情你都早就知道 不需要这些事情 总有事情 他也会一路下来 没有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会那么严重 现在没办法证明了 因为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不是说 募款也很难募案 你有钱去搞那个事 你还跟我募什么款等等 会影响了 那刚才会不会当选不知道 可能在边缘吧 不过李登辉 那今天就说不去看陈志忠币 李登辉说今天 李登辉去给陈志忠站台 有人问李登辉说 你会不会去为了什么人权 你要不要去看守所看陈志忠币 李登辉说那是贪污是刑事 我怎么去看他的呢 所以看起来 从某个角度李登辉的脑筋 比陈志忠清楚一点 我这就从这个角度 是清楚吗 李登辉已经没有 不需要追求存位了 当然李登辉没有要选高雄市长 他的诚实排行榜 你再帮他放一个 可是我觉得李登辉讲 这是有道理的 人权跟犯法 犯法人也有人权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登辉去看这表示什么 表示支持吗 表示支持陈水扁吗 还是怎样 所以如果陈志忠真的觉得陈水扁 那么值得同情 那陈志忠每个礼拜去看望 这个陈水扁带吃的给他 你去啊 看看你票到底是会增加 会减少你就去嘛 而且陈志忠如果 因为陈志忠的站台而当选的话 要重返民进党 去做陈志忠的后盾 而且陈志忠这一次 他陈志忠站不站台 陈志忠当选都会回民进党 都会回民进党 而且我觉得陈志忠这一次 这个我觉得民进党 对他的宽容 还不仅仅是在于说他 跨这个党去帮五党级站台 尤其是帮陈志忠站台 我认为他站台所讲的 这个话对民进党才伤呢 要不要把民进党的五都的选举 跟陈水扁的司法人权绑在一起 对高雄也许没什么 对台南也许没什么 可是对台北市新北市 跟对台中市来说 恐怕这个冲击就并不小了 如果再加上上一次 民进党内的大佬在说 什么下一次选上了 把马英九抓去关一关 这些通通都绑在一起的话 民进党真的打算 要跟陈水扁重新拥抱在一起吗 我如果是民进党党主席 我吓得吓死了 这太严重的事情 这要马上澄清的是这一点 第二我认为对陈菊来讲 他现在的策略是什么很清楚 他如果是排名在第一的 第一他不能让第三名的退下来 第三名的要继续往前跑 要努力往前跑 所以用各种方式放话 用各种压力去要国民党再三宣示 绝对没有气宝 一定挺黄到底 所以第三名不能退出 第二他不能让第二名的盘扩大 所以杨求新虽然排名第二 第二我认为就是文庆刚才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兼臂轻饮 把杨求新可能带来的嫁妆 可能从民进党拉来的一些票 独派的也好 或者是反陈菊的 或者是同情辰计券 他通通都要拿回去 他只要这个排名第二的 杨求新的盘不要扩大 排名第三的这个黄昭顺继续跑 那么对他来讲就稳坐第一了 不过我们来看刚才这个大千说 就陈菊站台讲的这一番话 如果身为民进党的党主席的蔡英文 应该会很紧张 我来看一下蔡英文的回应 蔡英文说她听了陈菊 帮陈志忠站台这件事情 她说相信陈菊有自己的考量 我尊重她的选择跟决定 所以蔡英文对于陈菊 却帮陈志忠站台 甚至站台时所讲的这些话 把民进党的五都选举 跟阿扁的司法人权绑在一起 她是不反对的 郁主席 其实刚才文庆一语道破了 选举的时候状况不断的 那么各种的这个招式都变 我开始就说了 那一句话就是 她是衡量绿营里边的变化 所以她才会在这个时候 她要采取这个模式这个方法 所以蔡英文基本上也懂得 她也晓得她内部的选举的 选情的改变 所以有时候在选举里边呢 看起来好像变化多端 事实上都只为一个目的 就是要胜选 就是她巩固绿营的票 然后让杨秋新跟这个黄商人 去分南英的票 她就赢了就是这样子 所以万变不离其中 考量的都是选票怎么样增加到最多 先进广告